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我们最近不断谈到 全世界都注意到了 中国疫情大爆发 而且中国疫情大爆发 更可怕的是 它的交叉感染 会不会产生新的病毒 而且我们知道 进到了Alm coronavirus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上呼吸道感染 可是在中国有很多的病率 竟然出现了白肺 也就是肺部严重的禁论 而这个肺部严重禁论 它不是只有老人家 从20到80岁都有 所以这样的疫情 让中国完全失控 完全失控了以后 它就做了一个退让 这个退让你就知道 中国的压力到底有多大 本来上海复兴所代理的BNT 也就是复必泰 中国一直禁止说 不行 我已经有科兴 已经有国药了 我绝对不要用国外的疫苗 现在它不得不做一些退让 怎么样退让 现在复兴宣布说 内地的市民 也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些人 你竟然可以到了香港自费 去打二架的疫苗 也就是你可以自费 到香港去打BNT 而到香港打BNT之后 你就发现 一个更可怕的状况出来了 中国现在疫情大爆发 从北京 上海 整个湖北 四川 开始扩展 扩展开来 现在东北也沦陷了 现在不但东北沦陷 让中国最紧张的是 过去每次发展 这种大疫情的爆发 都在城市 可是你现在看到了 在山西 在陕西 很多的农村 这些农村 过去的交往没那么密切 没有想到 现在在农村这种景象 农村也被这疫情 给侵入军区 现在不是只有农村 连实力洋场的香港跟澳门 也出现了大爆发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 当这个交叉感染的 Omicron会不会升级 或者是说 Delta是不是还在中国 继续存在着 如果这样的话 会不会出现了大魔王 所以全世界都非常的紧张 绷紧神经 好 这一段里面 上周的种族笔 吕国珍也教我们的讨论 国珍你好 大家好 好 刚刚讲的是 中国本来为了国家尊严说 我已经有科兴了 我已经有国药了 我已经有自己的疫苗了 所以我绝对不用国外的疫苗 当时德国的总理来到了日本 大家中国还说 我的BNT给你 拒绝 可是现在受不了了 居然宣布 内地的市民 即日起可以登记到香港 自费打二架疫苗了 而且中国的疫情 到底多严重 我们从几个场景来看 第一个 原本都一直说 我们中国人绝对不打 这个所谓的复辟态 现在结果复兴宣布说 内地的民众 已经可以到香港 你自费就可以打 我们的二架疫苗 打不住了 也就是说 你要打就来打吧 我们不当你 不是只有外国人 你中国人要打 你就来香港打 这样一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之外 老杰你知道 因为现在的香港跟港澳 基本上有非常多 中国人还在那边进出 港澳还是跟内地 有一些进出 你知道现在 中国疫情有多严重 你就知道 现在港澳疫情开始大爆发 港澳也大爆发 现在已经完全撑不住了一个状况 好 所以刚刚讲到了 中国现在所有的省份 刚刚讲的 已经不是沿海的省份 已经不是北京 这样的一个金石重地 现在不是人口区域的地方 人口西疏的地方 居然也大规模感染 而且更可怕的是 跟台湾非常关心 面显的港澳地区 也大爆发了 抱歉 那事实上 现在他们就是说 要打响所谓的圣元春 从圣诞节 元旦一到春节的战役 他们要开打 那开打的过程里面 到底现在有多少人感染呢 根据他们卫健委的 外流的这个文件 目前应该4亿人感染 4亿人感染来说 现在整个这个 感染的这个海啸席卷 全中国各个地方 我刚才讲到 澳门现在已经出现这样了 澳门的医院急诊室 也已经排到户外 澳门算是医疗水准还不错了 他现在也开始 已经有点撑不住了 甚至你看 连这个澳门三体医院的 这个医生就说 他们现在是人间炼狱 澳门的医生 用人间炼狱来形容 港澳都是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就是因为 中国的这个民众出来之后 而且你跟他交流密切之后 现在他们也开始中 难怪现在台湾也紧张了 可是你觉得很奇怪 港澳人是不是有 大部分都打疫苗吗 他们还会中 所以人家就有怀疑说 难道这不是 我们过去知道的 这个疫情吗 你就挡不住了 对 所以如果他们两个 都挡不住的话 那你可以试算 他们打的是很多 有国外的疫苗在那边 跟台湾差不多 对那会不会到海外去 也会这个样子 所以为什么海外要挡他 所以香港如果港澳挡不住 你凭怎么相信台湾可以挡住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警讯 那另外除了这个之外 现在大家担心的是什么 中国现在变成这个 大型的这个练股场 这个会把毒练到多严重 大家不知道 那为什么大家会担心吗 第一个 目前为止 中国各地流行的病毒 完全都不一样 有B.A.5 B.A.4 完全都不一样 不一样之外你知道 现在他们很担心到乡村去 因为原本人家城市 你可能这个所谓的 你的这个卫生条件 比较好 不会有所谓变种的这个状况 但是问题是你到乡村去 乡村卫生条件又不好 然后中国乡村下 常常有一些怪病 这两个会不会再练在一起 又变成怎样的局面 那应该现在目前为止 所以这个是在塞西 对 居然在林子里面 很多人在那边掉点滴 因为他们在这个偏远地区的 这个医院 其实设备不怎么样 他们就完全都躺在外面 那甚至打点滴 就在树林下面打点滴 这是中国的外 这个所谓乡下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都担心说 你这样搞一搞之后 然后又毒害全世界的一个情形 而且刚刚讲 你现在如果就可以香港的澳门 刚刚讲 伊丽莎白的医院 马加列的医院 天水维医院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医院 就没想到现在等急诊 等六个小时 等五个小时 等两个小时都普通 来说我们现在看一下澳门 这是澳门的 他们议员贴了一个公开信 他就说现在为止来说的话 无奈只能 这个如果你有咳嗽的话 你就只能前往急诊 那目前急诊的话 已经过百 甚至有两百个人左右 那如果你真的要看的话 大概要等到十六个小时 连澳门现在都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你跟我们讲 现在这整个香港地区 香港地区来说的话 你看他本土新增的案例 已经来到一万七 都快要比台湾还要更多 台湾是今天是两万七 他也来到一万七 那你看 如果你根据这个目前为止 香港的所有的急诊 是要后等的时间来说 原本都没有这样子 就现在已经开始 有八小时 六小时 开始在拉扛时间 那告诉你什么 香港现在确诊人数正在往上飙升之中 那如果他们还飙升的话 那我就讲 非常担心说 你们有打疫苗还会这个样子 那你更不用讲 中国内地到底是多严重的一个状况 而且按照澳门立法会 林雨涛的这个公开信里面讲 他差什么 床没有 氧气没有 基本的进食 连大小便需求都不能照顾到 你这个病有多严重啊 对 所以他现在港澳的这个医疗负担 非常严重 那我刚才就讲嘛 事实上中国这个流行的病都不一样 你看这是我们光是找出来 有那么多种的这个病毒在那边 那为什么国际会担心 这是根据这个休斯顿大学的一个 这个彼得霍特兹他说的 他说目前的感染来说 有点类似是2021年的时候 当时呢 因为印度当时没有接种疫苗 那所以他们很多人就直接感染 直接感染 然后后来又因为他们印度的乡下 可能卫生条件没有那么好 结果就出现了 Delta就在这边出现了 那现在他说中国的环境呢 现在跟Delta出现的时候 跟印度有点像 特别在乡下的地方 那尤其你看感染到乡下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到底会怎么样 大家完全无从得知 所以也就是说这样的原因 全世界真的对中国的疫情 相当相当的忧心 所以现在对中国来讲 等于说地分东西南北 人不分男女老幼 都有机会中了 对 他们现在叫做 这个爱国的这个卫生运动 就是你要赶快养 而且要全面养 那要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整个上海地区 上海地区复旦大学的 这个附属中山医院 他说他在急诊室里面 他说全部都是重症 而且现在没有床位 而且在旁 他们就这个很严重的人 你就旁边拿一个氧气罩 你在旁边吸气 我只能够把你在路边 这样急救了一个状况 你看急诊室里面来说 根本完全你要占 可能都很难占 因为到处全部都是人 发烧门诊也都是人 那各式各样的太平间里面 也都是满满的都是人 所以现在整个 他们就说什么 这个圣元村的战役要打响 这个真的损伤相当严重的 这个圣元村战役来说 对中国来说 是个相当大的梦魇 而且他们有个非常夸张的是 他们现在进入到这个高峰 达峰还有一个进度的这个表 就是以前是说你不可以感染 你要马上隔离 现在这拜托 等于说有一点半鼓励 还是怎么样 希望大家最短的时间里面 最大规模的感染 没错 实际上中国之前就说 我们是用最有效的方法 进行相关疾病的管控 现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让进入全部的人 大家全部感染 80%的感染一到之后 就集体免疫 这可能是中国目前 能够做的一件事情了 那不就人海战数吗 所以他现在医疗 他的殡葬系统 对 全面崩溃了 所以完全崩溃 那中国的急救是120这个号码 120号码目前为止来说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 你完全大家都一直在打这个电话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在招这个志工 你赶快过来吧 我们需要你的这个状况 甚至在很多医生 目前为止 他们是24小时不断的工作 24小时不断的工作 因为医院全部都是人 那你看 好不容易来这个医务 是能够稍微休息一下 蹲着休息没多久 以后要赶快进去再工作 目前整个医院里面来说 完全都是满载 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什么 医药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企业 药品公司 这个所谓 抗一些病毒药物的这个公司 现在命令 国家命令 24小时不断的工作 因为你现在要赶快 尽快的生产出相关的 这个抗病毒的这个药物 所以现在等于是 医院满载 然后这个殡仪馆满载 还有医药的相关的企业 目前是满载的一个情形 好以前 我们要讲过去三年 在封封的时候 我们大量的盖方舱 大量盖方舱 我是要去隔离 把这个 现在不是 他现在这些方舱医院 所以我们就转成殡仪馆了 对 没错 你看事实上这都是过去的方舱医院 方舱医院 因为现在为止来说 没有人来住方舱医院 那怎么办 我们就先把这个方舱医院 把它组成一个殡仪馆 你看 这是四川的南充 用大量货柜组成的 这个方舱殡仪馆 那各式各样就是这样 都是很多很多的殡仪馆 那因为殡仪馆人不够 那这是什么 上海的这个国营的 这个国营的公墓 希望说 你党员啊 我们现在员工完全不够了 我们他就希望说 共产党员能够发挥 这个相关的这个精神 赶快来我们这边支援吧 所以说现在要求人家 接私的人啊 或接私陪同的辅助人员啊 或是征信接私平台的工作人员啊 他说好征全体党员 要赶快来啊 所以大家事实上 现在整个中国的这个 殡仪馆里面 完全都是工作量满载 工作人数不足的一个情形啊 所以 现在在这个殡仪馆 刚刚讲的 你同胞开头画片 殡仪馆外面 很多根本进不去 你看到一台车子 一台车子外面 有一些这种 根本就是大体 就挡在外面了 对 没错 事实上你看 这就是这样 一台车你看 原本大体就放在外面 然后一台车又载了 那么多大体 所以都没办法放 没办法放的时候 你看 目前为止很多乱象 在中国那边发生 譬如说 有一个人他就说 我拿到的号码 拿到这个焚化的这个号码 譬如说五号 就像现在这个号码 还可以卖 现在还可以 还有人叫卖 就是有黄牛 会来跟你说 对 如果你要插队的话 我这个牌可以卖给你 那卖给你的话 卖多少钱 这样的状况 就像他们还因为这样 有卡马上就可以这样子 就那他跟警方在这边打 打 打起来 打到最后 现在好 警方目前就来了 警方就现在警方 已经主管了整个火葬场 所以现在的火葬场 现在B管 只有中国的公安在接管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会在里面闹事 或者大家可能这个 等的火气很大 所以现在警方全部都 进驻在那些地方 好 那除了这个 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 整个殡葬系统 整个火葬场 或整个医院系统崩溃之外 现在整个工厂 中国工厂也处在一个 崩溃的这个局面 抱歉 这都是我们现在 找到的一些 都没人吗 中国的工厂 都是现在的 这是电子的工厂 这是可能纺织的这个工厂 那是制衣的工厂 那包括说北京的工厂 还有这个很多中国的工厂 现在都完全倒 为什么完全倒 因为现在根本就招不到了 而且你知道 他们现在放假放到多久 这个一个最夸张 他广东的某个企业 他说什么 我们决定从2022年的 12月1号 开始给大家放年假 一直放到 2024年的2月24日 一共放休息450天 等于整个2023年 全部放假 对 就放假 就全部放了 那你看事实上 这是深圳市的 这个一个金属公司 放假31天 大家全部都放 现在能够放多久 都全部给你放 他是说12月底的时候 包括广东 浙江 山东地区 60%的以上的 都要停工放假 所以他事实上 现在这个对中国的疫情 除了这个可能 死伤人数会非常重大之外 对中国的经济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重创 所以能不能够 这个冬天过后 中国就能够恢复 我们就等着看 好 董事长 刚才讲的 对这个疫情来讲 习近平过去有很多的坚持 我要强调封控 可是封控 说放就放 你之前一直在强调 不是他想放 是他根本守不住了 守不住 干脆放开 再加上他的经济 完全无法承担 另外一个坚持 另外一个坚持就是 我的大国崛起 我中国人站起来了 中国人站起来大国 我要面子 要面子是 我已经有科兴 我已经有国药 我干嘛要用你国外的疫苗 所以不管是莫德纳 不管是AZ 不管是这个BNT 我就是不让你进来 可是现在 你都已经开放了 你都已经开放了 你开放的状况下 居然你可以让这些内地 也就是中国大陆里面的人 到香港自费 去打二架的疫苗 二架疫苗 在台湾不是用这个说法 我如果没有错的话 它应该就是我们所谓的 次世代 BNT的次世代疫苗 如果是次世代疫苗的话 有没有用 有用 有用 这个全世界最有用的疫苗 最好的疫苗在香港 它现在 即日起登记 在哪里登记 在哪里登记 在大陆登记 在香港登记 在中国登记 在中国大陆登记完了 我看你OK了让你去 你不OK了 你去个鬼 所以我还可以选 当然是 但这个一定是 有利人士去搞的东西 我们讲过一个极权国家的经营策略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老干部 官二代 特权分子 这个要照顾好 其他的割韭菜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在照顾特权人士 那个集体领导那一群人 对 他就发现 前两天不是我们看到301医院 对 发现有一些退休的副部长 开始有副司令员 什么二炮司令员 结果挂掉了 对 他这个问题严重了 这个大关死了不得了 那一定是直接要敲桌子 打板凳的事情 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这个很严重你知道吧 好 然后第三个问题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那这个自费打疫苗 对 请问你 你知道科兴 复兴医药最近正在降股 他复兴医药总共资产 被目的 被目的 他现在所约资产平等 降等 他总负债是6511亿人民币 这公司快倒闭 你知道吧 然后他再开始卖 复兴集团卖很多他的资产 然后他在前两个月 处分了400亿人民币资产 然后在这个Q3的时候 就是上一季Q3的时候 他认为要负债1000亿 所以他干嘛你知道吧 第一个他用这个机会 把复兴医药被人卖掉 卖给谁买 你看买这个给你保证特权嘛 他一定是会国营嘛 是因为换手了我才让你打 当然是这样子 还要让你玩 但是这里面有财务的游戏 在换手了对不对 你的老板换人不是郭广昌 换了另外一批人 另外一批人去查是谁 搞不好是习家班谁家班 你不知道 换了然后去香港 钱可以赚 但是不能让你郭广昌赚 当然不能让他说我自己赚 这种钱 这个开玩笑 这种钱是百年难得一遇 百年难得一次可以赚的钱 一个人一个人赚 他复兴医药卖给台湾 郭台铭讲的 一剂赚14.5块美金 你忘记没有 14.5块美金 他现在如果在香港 打100万人多少钱 1000万美金 1500万美金 他还债值还1000亿 这么大的钱 他怎么可能让你挖猫猫狗去赚走 我想100万人 你认为去香港100万人很困难吗 不难 不难嘛 这又是一个新的business model 商业模式 这是商业模式 发洋财 共产党的特权分子借机会发洋财 我那边内地大陆搞不到了 到香港去搞 所以这个是一个怪招 那这个怪招就是有人看到机会来了 然后中央运作了 然后把父亲要的股权转移了 然后都搞好了 开始开放 但是大陆还是不准来 香港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其实是特权在发财的方案 可是我不懂是 你心里突然这样的开放 你不太心急 这么多的老干部 而且招插感染造成一个更大的灾难跑回来吗 好 那是第二个问题吧 第二个问题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了 他既然可以二价打这个二价疫苗的时候 请问你 有没有人在卖这个Pax Lovie 或是其他的 也会有 当然有嘛 对不对 有钱人在这边去就拿到了 辉瑞的药也去了 辉瑞药也可以打 那辉瑞药五天就吃好了 对 那在旅馆里面住一住 五天他就 所以拼命发香港签证 对 护照拼命让你发嘛 那谁先走嘛 他走都是特权先过去了嘛 对不对 他含金量高的到香港去 从来给你搞定了 下面的250 你就等着集体免疫力带来嘛 所以他这个特权阶级 特权共产国家 这种集权国家的经营之道 一直全人类有来 有人类历史以来 不会改变的 他就是跟寡头合作 巩固政权 那就是寡头合作利益的一个 代表的方式 好 果然另外就是 中国在封控的时候 就算有封控 我还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在所谓的这个厂区里面 围起来 我的工作 我工厂还是可以运作 可是现在刚刚讲的 疫情到爆发之后 刚刚讲到 这家公司一修修修 四百五十天 这家永昌收到 修三十一天 刚刚讲到 很多就一个修下 修下修下 更夸张的是 特权拉百说 修一个礼拜 现在继续要修下去了 现在苹果 供应链很多货 也出不来了 股价大跌了 你说现在 中国才真正面临到 第一个 你的供应链锻炼 第二个就是 现在很多的厂商 在这个时候 才是真的死了心了 不到黄河心不死 已经到黄河了 心死了要跑了 因为现在整个中国 就像郑州的富士康 封城一样 整个全世界供应链 全部就锻炼了 所以苹果这些科技股 全部都大跌 苹果昨天是大跌了 跌了整个一个十二月 跌了十二趴 特此更可怕 昨天一天跌了十一趴 如果用台湾股市的话 十趴就是全部跌停 结果他是跌了十一趴 如果你换山市值 他昨天一天就跌了 超过一兆 因为今天早上四点半 整个一天就跌了一兆台币的市值 这么多 一天跌一兆 对 一天一兆就没了 对 然后台北股市今天 科技类股也跌很多 总共跌了一百多点 全部科技供应链 全部大地震 因为大家很怕苹果 至少可能会超过一个月 都买不到 特斯拉呢 特斯拉更让人家担心的是 他本来圣诞节放假 他在过年休十二天 现在传出来 可能整个一月 全部都泡汤 而且他现在车子还卖不出去 这是美国中股车的价格 结果他的中股车 他的车架一直在往下掉 因为中国消费力不振 所以没有人在买车 他不停的调整车子 结果让全世界的特斯拉 跟着往下跌 所以美国的中股车没有跌 他的中股车一直在跌 而且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 全世界供应链都在调整 可是特斯拉却没有搬出中国 所以他股价跌得比别人凶 是因为 举一个例子好的 他的自驾镜头 是用所谓的光达技术 其实他就是巡运飞弹 所有的摇册跟侦册系统 再来他的自驾的晶片 你说他的那个镜头 是光达的 是巡运飞弹用的 就是我们的巡运飞弹等级的 对没有错 就是用所谓的光达镜头 他其实就是巡运飞弹等级的镜头 再来他的自驾晶片 其实就是超级电脑晶片 用了也是台积电最先进的制程 所以有件事情 已经悄悄在发生 我们都说疫情 让大家很多工厂 都在搬出中国 那再来另外一件事情 你说福特拉 GM的 都开始要离开中国了 这都是美系的车厂 因为他观察 美国政府的政策 是非常清楚 所以金融时报就说 汽车供应链已经偷偷在搬 福特 GM在搬了 第一个当然是清零 跟政策疫情 第二个其实是担心 政治上的脱钩 所以他们已经把 中国的领主件 移到中国以外的地区 所以已经开始在搬了 但是特斯拉没搬 大家都在担心 特斯拉你以后 会不会碰到问题 因为 GM跟福特 很清楚美国政府的政策 好 那另外就是 我们看到很多的产业 离开了中国 你说有一个非常关注的指标 就是PCP 就是印刷电路板 如果连印刷电路板 都已经离开中国 那真的是大规模离开了 对 这是泰国现场 现在非中国大中华地区的 产能优势正在浮现 产能都塞得满满的 所以大家在停工 它产能塞得满满 我们来看11月底的一个现场 这是华航 又往泰国的曼谷的机场 有四十多家业者集合 塞得满满的 大家都要去泰国 而且二月底 二月初还要办一盘 因为过年 现在要卡龙一年 台商去泰国访问 这只是PCB业者 就四十家业者到华航 准备要搭去泰国 要考察 接下来他们人数太多了 二月一过年 马上就要去 而且我们来看这个时间表 PCB业者 从五六七八九十 每个月都有业者去 现在他们的说法是 我现在不是在东南亚 就是在往东南亚的路上 你看第一家 软板的产能 规模最大 要投资快一百亿 再来汽车板也去了 再来光电板也去 对 这家是上礼拜投资的 所以他号称 要打进泰国的汽车供应链 那我们来看 这个产业离开 有多么的重要 他其实是一个工业之名 他是整个最难移动的 他非常难搬出中国 我们来看这张所谓投资最大的 他有一大堆的化学管路 所以他环平很严 再来他很多污水处理厂 他用很多水 要搬出中国真的很难 可是他们确定要搬出中国 大量移出 因为实在没办法 中国的风险太大 而且未来可能非常多的 所谓的科技战 贸易战在里面 所以苹果手机 汽车相关的 伺服器高阶的这些 全部都要搬出中国 不只是这一次疫情 以后可能会搬得越来越快 所以你不但是你自家的厂商 供应链锻炼 第一个要人没人 要货没货 你要有人有货 你也送不出去 现在外资是 真的以前只是指纹楼梯响 现在是大规模跑掉 对 因为风险实在太高 而且不能考虑成本了 因为考虑的是 美中贸易战跟地缘政治 所以你看这些苹果手机 苹果供应链 其实现在苹果为什么跌得比较少 是因为它已经摘逃了 福特根据医院也跟着走了 现在特指它为什么得到那么差 因为它没有走嘛 所以现在跟中国连得越紧密的 跌得越凶 对 因为大家就担心 以后像那种光达技术雷达 超级晶片的 是不是也不能卖过去 那整个供应链 不是一起都拖下去吗 所以台商现在眼睛动了快了 赶快都跑了 所以现在在中国很多的卖场 真的都已经没有人了 因为现在整个中国的消费力 完全往下掉 几乎都看不到 所以特斯拉的股价 为什么一直跌 因为车子都卖不到 家具也都没有人在卖 整个中国内区完全都崩掉了 刚刚讲的 中国现在疫情大爆发 跟美国的 等于说技术上的对立冲突 越来越严重 还不止如此 我们看这张图 这是日本的报纸 中国南西诸岛攻击的训练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这是我们之前讲过 它的辽宁号 当然辽宁号进到了 新南诸岛之后 走这样的L型 走这样的L型 摆明是我在干嘛 这是进行一个 西南诸岛的进攻态势 那你说大家下次几晚 没有 他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所以 日本怎么办 你今天动了辽宁号 我就动了出云号 全程监控 对 因为这一次中国对于日本的 这个所谓战略军事的压力 真的太大太大 张图写得很清楚 因为日本公布三项安保文件之后 习近平大怒说 我要去做军演 可是这个军演 不是我们过去笑他的内海军演 这支军演 是围绕整个西南诸岛区 你可以看到17号 18号 19号 20号 到21号 22号 这个军演 老婆 待会来看 这是完全就绕在这个南西诸岛上 而且它在里面 距离日本非常非常近 而且的阵容非常非常近 什么意思呢 我先跟大家讲 这个所谓距离我们刚刚看 橘色这一圈就是所谓的距离 对不对 日本发现 我在这边 你在这边去做军演 你5到10分钟内就飞机 就可以从甲板起飞 对中国 对日本去做打击 这几乎是没有任何警戒线 5到10分钟之内 可以攻击南西诸岛 没错 我的宫古岛 我的石渊岛 我的宇纳国岛 就在这个地方 你是随时说来就来 说打就打的 对随时可能就倒在止下来 第二件事情 它飞机起降的频率超高 12月17号到12月20号 机长起降了180架次的飞机 而且连夜间起降现在都有 夜间起降一般对中国来说 是不轻易的 因为不是很熟悉 所以在这边做全天后的作战演练 甚至了它的编队很完整 它不是只有辽宁号单干呼呼来 它有辽宁号三艘驱逐舰 一艘护卫舰 一艘战斗支援舰 而且海底下 甚至有可能有所谓的潜艇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日本当然不敢就说 掉以轻心 他们特别派了所谓 初遇号全程跟舰 所以这个初遇号全程跟舰的时候 日本其实也不是吃素 这个初遇号全程跟舰的时候 那我刚刚看到 那个是辽宁号夜间起降 换句话说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中国打我 日本只有五到十分钟要打 那我唯一的做事是什么 我就跟到你旁边 你一有攻击的意图 我第一时间就把你打下来 所以你看辽宁号夜间起降被拍到 它的架次多少被拍到 它的护卫舰有什么被拍到 甚至也有高空去拍日本 中国军舰的画面 也有飞机去侧拍 所谓中国战斗机的画面 简单讲 你中国要对我极限施压 那我日本在这边就滴水不漏 你就把这边这针锋下坠 真的西太平洋的火药库在这次 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擦枪走火 而且你现在看到这辽宁号 但是刚刚讲 那个初遇号现在也有 这个航空母舰的规模了 当然了整个初遇号 盾位没有辽宁号这么的大 可是问题是因为它已经变成 美国现在叫做闪电航母 所以拿航母对抗航母是OK的 可是对于这件事情来说 日本也未来在整个 西南諸島的软硬体 都在去做加强 它要避免对于美国来 对于中国来说 你要侵略我来西方 我第一次也要搞定 所以我们过去讲 什么光谷岛 麻毛岛 这我就不提了 现在宇纳国岛最新有几个画面 宇纳国岛大家都熟悉 距离我们宜兰只有100公里左右 过去宇纳国岛的日本人 生病是来台湾看病 日据时代 结果现在宇纳国岛上面 布置了所谓地对空的飞弹 这还不是重点 既然被人拍到 导播戴这个画面 这是什么 被拍到宇纳国岛有大量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 这个画面很精彩 什么意思呢 因为宇纳国岛有美国海军陆战队 其实坦白讲不过分 我们本来跟美国跟日本就合作 可是问题是 这么多海军陆战队 美国进驻在宇纳国岛 起来是帮日本拿仗帮台湾打仗 这才是真的台湾有事 等于日本有事 海军陆战队都来了 对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巧门 就是说中国对 你不准我把美军放在台湾 那我发现宇纳国岛没毛病呢 宇纳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00公里 我坐直升机15到20公里 就可以到达台湾 所以现在特别的 由NHK拍到宇纳国岛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画面 其实释放了一个清楚的讯号 不要以为台湾没有美军 对 台湾没有美军 宇纳国岛有美军 而且因为中国的航空母舰 不断地在下脚子 不断地下脚子 福建号明年或后年 可能叫下水 就三艘 所以日本现在也在改装 刚刚讲初云号 现在看到加贺号 也要改装完成了 他们改装方式跟初云号 一模一样 因为初云号跟加贺号 两个以前都是直升机航母 直升机起降 现在都要变成赏电航母 做F-35B的垂直起降 所以现在画面出来了 加贺号的航母 已经改装完成 然后呢 它可以F-35垂直起降了 它被F-35B的垂直起降 然后它上面初任的海事 就是第一任的 这个海上护卫队的成员 也已经公布了 所以其实整个西太平衡 都在做飞 这代表说 它的甲板要完全调整 因为你F-35 它在垂直起降之后 那个火焰很大 那要非常大的耐热程度 那个甲板 一般的甲板 是承受不了的 对 因为它是这样子 原本初云号改装过后 就用加贺号来改装 那这个改装方式 它有几个比较明显 第一个它的船头 船头要切齐 为什么要切齐 它要让这个所谓的 航空战舰降落的时候 不要有多余的气流干扰 然后在降落过的时候 因为它是这个 所谓锤子的向量喷锤 所以比如以直升机来说 它降落就降落 可是这个F-35B 因为锤子的向量喷锤 它甲板要加耐热处理 要高热高温 对 要耐高温 然后呢 它这个所谓甲板要加固 因为直升机的重量 跟F-35B的重量是不一样 直升机比较轻 F-35B比较重 重点来仔细看 夹克号上面的所有的 那个标线的画质方式 跟美国闪电航母一模一样 标线都一样 对 因为原本是做 所谓直升机型的标线 可是后来它的画法 是连跟美军一模一样 所以等于说 对于美国来说 一旦在那边打仗 美国的闪电航母 可以 美国闪电航母上的F-35B 除了在自己的闪电航母降落 在日本也可以降落 日本也可以在美军降落 他们已经完全达到 在作战过程中 后期补给基地互换的条件 好 提问 刚刚讲到 你现在在雨纳国道 看到了美国海军公司战队 现在刚刚讲到的 日本跟中国现在冲突这么紧张 你的辽宁号 导宝在看这个画片 你辽宁号来 我就在空拍 甚至你在起飞 你所有的角度 我看得一心二楚 不然我角度看得一心二楚 这个都是日本拍的 日本拍得这么清楚 日本拍完清楚以后 我的出云号就在旁边 你只要有任何轻举妄斗 我马上做第一时间的反应了 对 这次辽宁号的状况 不是那么跟以往是不太一样 因为他故意要去测试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可以在五到八分钟之内 可以有一个舰载机可以起降 这个就是美军的标准 也就是说上一次来讲 罗斯福号曾经在他面前 在辽宁号面前表演给他看过一次 那一次来讲的话 中共真的是 他的面子完全尽失 所以怎么办呢 他后来就开始一直训练 一直训练 所以这一次来讲 他刻意地经过宫古海峡 然后进入到西太平洋 然后这一次就表演给美日看的 说我有这个能力 我有夜间起降能力 夜间起降能力 第二个五到八分钟 我可以起降一架舰载机 所以因为当时大家全世界在嘲笑中国 你根本没办法在五到八分钟之内 因为你起降舰载机之后 你后来还是要去 这个所谓的甲板上的部署等等之内 有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跟美军一样 所以他现在是表演给美日看的 不过对日本来讲的话 他现在面临到一个事情 因为这三份安保文件 其中最重要就是说 要做源头打击 那你源头打击的话 那我今天绕到你日本的大后方 我今天从你屁股都戳下去来讲 那你敢做源头打击呢 你是不是要回访 你要回访的话 你对中国的内陆来讲 包含发射机的源头打击 你是不是会比较谨守一点 所以你说 他现在的航空母节会下脚子 下脚子以为说 一个是我守台湾头 一个是守台湾位 我让你不能辞员 那现在有一个做法是 我跑到日本的背后去威胁你 对 就干扰日本的大后方 那让你说 因为这个应接不暇 让你说对中国内陆的 这些攻击来讲的话 可能就会因此而减少你的能量了 所以这是中共解放军的目的 他为什么一直在造航母 因为造航母就是要弄到西太平洋 弄到日本的大后方 那告诉你说 我就跟你中间 美国 日本中间 把你锯子把你拦下来 然后我从你大后方来骚扰你 来骚扰你的情况之下 你就算你那三份文献写得多好 你就算你的这个构想多好 说他做源头打击 不好意思 你可能会为了自保 所以你就减少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战术上的一个 聪明的一个做法 那现在对中共来讲的话 不急得跟你打仗 那我现在就是所有的能力 全部具备以后 我今天进入向西太平洋之后 我所有的美日的这些军事 把你做锯子的动作 那到时候台湾自然就是狼中之物了 而且他现在把俄罗斯带进来 对啊 因为他需要一个朋友 但是刚好俄罗斯也需要一个朋友 因为他的太平洋戒队 无法到黑海去吃点嘛 所以在这里也总要有试作嘛 那有要试作的话 当然跟中国之间去骚扰南韩 去骚扰日本 这就是他们现在最大的乐趣 所以中俄不断地 现在在这个地方进行演习 是啊 所以你看到 这个海上2022的海上联合演习刚结束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不断地就去骚扰日本的岛屿 从去年10月开始 不断地穿过什么 清津海峡 大鱼海峡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走过的 然后到今年来讲的话 就是一直开始在走这些地方 就告诉你 警告你日本人说 你千万也不要轻举妄动 你尽量也不要去支援欧洲 也不要去支援乌克兰 你最好是留在亚洲 那这个目前来讲 对俄罗斯也是一个好处 所以中俄之间的这种 当然称不像结盟 它是一个战略伙伴关系 对日本来讲的话 就的确是一个威胁 是一个战略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